哎哟 这是什么 难道说 要叫我变身了吗 各位请注意 美小女真实变身 我要代替月亮来 惩罚你 我要来介绍 美小女认识的专屋变身商品了 好灰心哦 买那么多介绍起来 好灰心哦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介绍 这一区就是我 收藏多年的美小女战士区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套衣服 你们看到就是好像很合身 然后质感很好 的原因是呢 就是照着我的身形 去量身定做的 这是综艺大人们 大人们在我前年的时候 送我的生日礼物 就送整套的给我这样子 就觉得很特别酷 手上是一个魔法匠 就是我在大满环球医生 当时有美少女期间 限定的一个小乐园区的时候 我去把它买回来的 这一根魔法棒 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 就必须立刻买 买完之后 你去它的4D电影院 美少女战士就会跟大家说 各位我们来拯救地球嘛 高军的魔法罩 我就把它举起来 然后就跟电视里面的 美少女战士连动 然后我就跟月光线一起 拯救地球 然后旁边就会想说 它就有魔法杖 然后我马上就 它就亮 我就拯救大家 所以大家都想说 怎么会那个人物 手上会有这一根呢 他们走出去商品部才买 但是已经为11晚 这个呢也是在 完全原层买的 很可爱吧 爆米花筹 包包有超多的 Gray Skiff跟他们联名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魔法杖 好可爱哦 好这双鞋子也是 也是Gray Skiff联名的鱼鞋 这个是我真的会穿出门的 像这种东西 我觉得美少女战士 就有点过分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你要买 通常都会五个颜色都会买 个人因为我最想要穿橘色 你不觉得它可能是最好穿 所以就买一双收藏 然后买一双真正拿来用穿的 这一集真的不能被我妈妈看到 我要叫我妈妈恭喜 登登 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个鱼伞 你千万只能把它当成鱼伞 啊哈 完全没有只会养的效果 这是什么呢 你看它好像是一个无聊盒子 对不对 No 它是在东京 代表撑到里面 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店 叫Cupot x Seramu 然后他们有做一些 看起来像甜点的料饰 然后这个也是 它有个戒指 它也是做成糖果的样子 这个是唇蜜 它怎么擦呢 我就从包包里面拿出一个 说我也没有干嘛 我就是补妆啦 将将 就从包包拿出来 你会觉得很厉害 来给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呢 当你以为它就是一个无聊的魔法 这样的时候 哎呀 你们大家等我一下 我补个妆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也没什么啦 补个腮红啰 腮红刷 看到没有 腮红刷 好 没有什么人 care 哈哈哈哈 我这好像太紧了 哈哈哈哈 好 最后呢要跟大家说 这个这些不是一朝野戏 可以收集到这么多的 就是我真的花很多时间 跟你去慢慢去收集的 那妈妈你看到这个影片 你也不要觉得说 哎你哪哪这样浪费 我要跟大家说 你看到我买些东西 然后买那些包包什么的 我这些都不是浪费钱 它们都还是我的钱 它只是化成包包赔我而已 所以你的钱没有不见 它是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陪伴你而已 所以各位女孩买吧 俗话说得好 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起 所以这一区 将将 就是我一些 跟我一起打拼赚钱的好朋友们 所以我把它分成很多颜色 譬如说白色这一区 白色的话就是很百搭款 譬如说记者会啊 一些见面会 然后呢红色这一区 就是看到了四个字 就是喜气洋洋 叶姬长红 呃 就已经八个字了 哈哈 反正这一区是尾牙的战俘 所以我几乎 12月到1月 大概都会穿这样子的衣服 有一件很特别 它蛮有 嗯 纪念价值跟意义 这一件 小黄色的洋装 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组红坦钱 因为我就有看到这一件 然后是我记者会的衣服 然后我就觉得哇太好看了 可是我一问价钱的时候 反正我觉得好贵 我就谢谢服装师 我就先没有买 然后我组成金钟红坦之后 娇哥就买了这个 然后放在我家楼下说 以女为荣 送你的礼物 然后幌子 缴签名 他居然跟服装师买了这一件 就那时候我很想要这一件 然后 因为他有发现 我觉得太贵 摸摸放回去 然后没想到他自己 又联络那个服装师 把他买下来 我就觉得天啊 太感动了吧 所以我就穿这一件 去上小燕姐的节目的第一集 就是小燕姐跟我跟娇哥 后来我也穿着他去主持各种尾牙 也靠着他赚了蛮多钱的 哈哈哈 哎呀贪财啦 谢谢娇哥 反正这边感人 后面又多了一些童肉味 谢谢娇哥 我先把他收好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这样一个箭步 就到我的私服区了 我的私服区跟我的工作服 其实差蛮多的 我最多的衣服都是这种 one piece的 可可爱爱的 其实它是一个连身的 然后这边有个小蕾丝啊这样子 然后好可爱哦 胸前有没有 弄得很澎湃 所以会看不出你胸部的大小 这个也蛮酷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 有种好承托的一个材质 好 那我们再转身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这边又来了 又是一个连身的裙子的地方 哇 好看到不行 美女与野兽的第一幕 贝儿出来的那个画面 的那种乡村风格 然后这都是经过一个设计师之手 他从画设计图到他做出来 都是他自己 超厉害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 啊 等一下再介绍一个这个 刚刚副松眉的 那个台湾摄影师 它里面是做一个 复古的婚纱 but我外面自己配上一个 我在日本的古着店 买到的一个背心 好贵哦 吓死我了 然后这样配上去之后 就变得 哦天呐 整个很有风格 这样走出去 就会觉得 哇 自己像仙女一样 接下来这一件 全世界只有一件 你别跟我说 你去拍别人的翻唱脑怪 有看到这一件 很抱歉 就我要 被多分 这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 香港的牌子 他就这样一整件 然后我就有穿去表演 太可爱了 真的穿起来超好看的 然后它就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设计的水秀 一个宫廷风的感觉 他们除了连身长裙子之外 同一个牌子 他们其实有出一些上半身的小单瓶 譬如说这件 我觉得很可爱 开脑中间这边 看起来就是 很像一个制服 但是旁边呢 它又是做了一个 这种宽宽秀 然后又是 变成是铺马这样子 剪在中间 最后面有一种和服Fu 打开来 这个拉链拉起来 你还可以放一个 牌子便当 或自己的便当 放在这边 很方便 然后这件 我自己很喜欢嘛 然后我就发现在这个 这次拍摄的Vogue的 脚本上面 他们就写说 记得拍导户妈妈那一件 她就变导户妈妈 她不是 哈啰 今年去跟我爸妈去日本 富士山的时候 我们就查到一间 很可爱的咖啡厅 于是我就把这件带去 变成很像道具服 所以穿起来 再配一个 可爱的小裤子跟帽子 就是很搭 很像是我就生活在里面的人 吓到了吧 这是个小碗熊 然后全身上下 都是有各种缎带 叭叭叭叭 很疯的材质 然后后面很辣 它后面是这样扣起来 然后每一条缎带都长不一样 这也是我用抢的 真的很可爱 是不是很可爱 太喜欢了 好上面这一区都是一些 比较疯疯癫癫的 crazy crazy的 但是呢我也有冷静的一面 我自己很喜欢穿 成套的西装 这就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西中平常的 ZARA的西装 它也不会到真的太贵 因为有些很会天价 当时为什么会买这套的原因 是因为我去参加一个 西班牙的朋友的婚礼 参加婚礼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穿得很像要走 金马红毯啊 金曲红毯 就是给我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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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就反而這樣子是厲害的 就你會在一群辣妹龜 或者是一群女孩中 會脫穎而出 就是一個 隱二陽善的穿搭髮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重點來了 如果你是小胸女生 穿西裝會更好看 因為反而胸部太大 可能穿西裝會 比較沒有平胸的人 穿起來好看 我們平胸 穿起來就是時髦 好嗎 好的接下來呢來到我的包包區 將將將 好今天的包包區之前呢 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之前有個報導跟大家說 就是我不會買名牌包包 但是當時是我大學的時候說的 因為大學的確還沒有賺錢嘛 所以不要花那麼多錢去買一個名牌包包 但現在開始有賺錢之後呢 我會開始做一些收藏 那如果你看到我買這些包包 就代表同步我也給我媽媽跟我爸爸多少包包 好第一個就是 上面有我的名字的 超可愛的 它這樣圓圓的 主要是因為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大家它的設計都很Q 然後這是硬殼的 這樣他們還可以親到我 親 親 這樣 這個是婉婷姐送我的 哇生日禮物 他們家的主要LOGO就是 唇跟口紅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 這也是我朋友在英國幫我買的 然後這個顏色真的太詭異了 是一種浪漫紫羅蘭的一個顏色 上面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口紅 所以開的時候就是要剝它的口紅 就可以打開了 然後是一個金鍊 這樣 我有在金鐘獎的時候背過 我當時就穿一件黃色的禮服 禮服的肩袋是水藍色的 所以剛好我配這一個 就超搭的 因為一切都粉粉的 這一區就是魯魯區 然後我還是會買一些 像這種的就是 在台灣的中山區的小店買的 喜歡它很挺的感覺 然後這樣子酒紅色的 它就不是名牌 但我也喜歡這種很手作的感覺 接下來這兩個呢 這個呢 是我今年買的古池 各位 我要給你們看了 開箱文 真正的開箱文 這個顏色是不是很美 我在 古池的店上 我買這兩個包包 我花了大概有三個小時 那個櫃眼一直說 沒關係 你如果壓力大了 沒關係 你也可以再看看喔 不急 還是你要喝個氣泡水 我直接在那邊跟它滷超久 因為我買不下去 我沒有這樣 人生沒有這樣子 買過 兩個包包同時 我看超久 我就是一直這樣 這個動作 然後一直在鏡子前面 你這樣 你覺得我要買這個嗎 我就一直問貴姐 貴姐說 我是好看嗎 就一直想了很久 最後決定買了這兩個 它前面是 它是像一個貝殼的感覺 然後後面是一個老虎的頭 超好看的 好看的不行 這個呢 是一個法國的牌子 叫UNIFORM 我就這樣經過那個店 然後我一直看一直看 看著半年之久 我覺得這太可愛了 我有一天一定要把它買下來 於是我就提起勇氣走進去問說 請問這個多少錢 然後店員好像就帶有一點山東腔 他說 這個是三萬八 我說 他說喔好 然後我想說 三萬八好像 好吧 咬著牙買吧 然後我就刷了 他說 這個卡 刷不過 還是我幫你分兩張刷 我說好啊好啊 就給他刷了之後 咚咚 刷第一站我的結訊就來了 靈隱消費 六萬二 他說 你分兩張刷 這種第一張除以二 為什麼是六萬多塊呢 然後我說 啊 請問 這個包包是多少錢啊 他說 這個 這個包包 是十三萬八 哈哈 他居然說 三東家 所以不是三萬八 是十三萬八 哈哈哈哈 他說 因為第一開始我想說 是不是多少 他說 是三萬八 沒想到 是 是三萬八 不是三萬八 哈哈 哈哈 但我頭已經起半了 好 那第二張給你 哈哈哈 他就是給他第二張卡片 對 咚咚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 超過十萬塊的包包 然後我就 就刷這個包包之後 我就躲在絕概圓環上 我就一個人對著天空說 我剛剛花的紙材 我要把他媽 哈哈哈哈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去參加Vogue風格野餐日的時候 我就把他帶去拍 就要鋪在那個地墊上 然後我媽就說 姐姐 欸 你們幹嘛不放地上啊 不要不要不要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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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放地上 看不到我看 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又又 摸過去接 哈哈 所以我媽也不知道他死三萬八 但這個影片播出之後 我就死定了 哈哈哈哈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買的耶 我給你的Vintage 然後他的Logo在這裡 小小的 不想要就是 好像就是把那個Logo都放在身上這樣 陌陌這樣 所以在同一間店我也買到了一個 因為他其實也有很多那種 LV很有名是他們那個提袋嘛 你遠看也看不出來 他是一個LV的行李袋 但我跟他說我覺得 你如果要買名牌或是幹嘛的話 我覺得你不要穿戴整身 因為你其他地方素 才會顯得他的突出嘛 對不對 就這樣 靜靜的提著 然後你也不要多說話 就 也沒有什麼啦 就放一些 就是沒有啦 就是一個行李袋啦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啦 LV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 我告訴你我人生第一個小箱 其實它雖然說是舊的 可是我覺得它保養的蠻好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它反而是新的話 可能沒那麼好看 因為我喜歡它有一種這樣子 霧霧霧面的感覺 除了這些Vintage之外啊 其實我還會買一些我覺得很可愛的 譬如說像這個 這個就比較 比較ㄎㄧ 它是N牙的 然後因為這樣好像又太普通了 所以我就又買一買一個他們的吊飾 就這樣整個戴起來就覺得很可愛 一毛一毛 一毛二頭雞 這樣 這是焦哥送我的禮物 然後是一個帽箱 好這時候就把帽箱打開來 哎呀 就有一頂帽子 這就是剛剛那個副鬆梅的 好那我現在戴上去會變永澤 因為 頭太大 因為這帽箱這種東西 因為現在我也不可能說我今天要上個通告 我要帶頂帽子 就帶個這個 LV的箱子出去 就實在是太鬧了 所以我就變成是把它放在 我的客廳啊 然後當成是展示這樣 好進入到了鞋櫃區 這邊呢是我另外請設計師幫我設計的鞋櫃 因為我鞋子實在太多了 我就是一個蜈蚣 就是那個蜈蚣的笑話嘛 就是那個蜈蚣要生孩子的時候 醫生就會說 啊腳出來了 腳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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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伸 好沒事 就只是一個小bonus 所以我覺得很多鞋子 就設計一個鞋櫃 然後在鞋櫃之上呢 我有設計一個小小的帽子牆 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我就把很多可愛的草帽 就這樣掛出來 好 第一個鞋櫃我就放比較多的是平底鞋 比較多的都是會用一些跳色 你看橘色配藍色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特別好搭 像這個就是雞皮的黃 然後配一個很特別的一種紫色 這個是一個台灣設計師的牌子 然後呢你可以自己選顏色 譬如說選這個鞋型 然後你這邊想上什麼顏色都可以上顏色 我就說我想要黃色 然後這邊想要藍色 就上一個我自己想要的顏色這樣 厚底鞋的天下 我非常喜歡日本的一個牌子 叫做TOKYO BOPPER 然後他們就會變成是很好配我的各種衣服 因為就是我覺得很百搭 我今天這樣穿也可以配這個 今天這樣穿也可以配這個 這個VANCE它出的一個 超級瑪麗的一個鞋的圖樣 這雙我覺得很特別是因為呢 它原本不是厚底 所以我就拿去加厚 所以我就拿去加厚 不是那個江蕙的加厚喔 有一個人哪老 哈哈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道歉 這沒人家人友好 我會陪你 這點已聊 聽你說少年的時候你我演得 吃好吃壞 還在繼續找 沒有了沒有了 這一雙必須要炫一下 這雙我是在MiuMiu的他們的IG看到 他們展示的這雙鞋 然後想說天啊太好看了吧 就發現說台灣沒有進這一雙 那想說好那 當時我就跟他朋友在西班牙的婚禮 那些西班牙的MiuMiu 為什麼有沒有這雙 結果他們一查 發現 整個歐洲只有法國的蒙蒂卡羅 有兩雙 38號的 所以就派了朋友 把這雙38號的找出來 再寄回台灣 香香 這雙很美的古屈鞋 然後這個也是配一些 復古的Vintage的洋裝啊 或是那種可能高腰裙 就很可愛 好這個是我也另外的厚底的 這是馬丁跟Lazy Off聯名的 也非常Cute 所以我把它擺在外面 在最左邊這邊呢 就是西彩霓虹燈鞋 for不同的衣服 然後不同的企業 就是我自己會 實心想要這樣子打扮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的鞋子區 大家喜歡嗎 再見 再見